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看图说话,我是肖丽 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共产党党文化的核心就是谎言 那么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第一张图片 就是最近在网上也讨论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中国到底去不去量 这个肖米的肖米来家面呢 肖米肖油的根 我根的肖米 肌肉的肖米 看这个买米买油这个看嘛 买米买油的抢那个糊糊的 把米的把朝时的米的油都抢空了 目前在这种疫情之下 全球有几十亿的人都待在家里边 躲避瘟疫 有些人在研究做饭呀 有些人在家里工作呀 还有些人在家里封闭的时候 就觉得很寂寞也很焦虑 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在家里的时候 能获取外界的信息 就是中央电视台 然后就是微信 最近我们就在微信群里面看到 有很多的人在互相的吵架呀 在互相的讨论呀 最近啊 我们在网上看到 争论的非常多的一些话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例举一下 第一个 新冠肺炎是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二个 武汉的作家方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第三个 留学生应不应该回国来躲避瘟疫 第四 美国和欧洲是不是马上快要完蛋了 第五 中国应不应该帮美国 第六 我们是不是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了 这个日子是不是指日可待了 第七 外国人不戴口罩 是不是自雄死路 第八 国家应不应该发钱 还是应该让老百姓去捐钱 第九 国家公布的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 等等等等吧 当看到这些讨论的时候 生活在自由社会里面的人 看到了这个清单 可能会觉得特别的无语 不知道从何说起 就觉得中国人的思维 怎么这么奇怪 这些话题感觉好离谱 好像都是是非不分了 其实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讨论的是 我们中国人民 并非生来就是这样 这都是中共这个吸来的幽灵 长期给中国人洗脑造成的 那么谎言就是 共产党党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吧 首先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关于亩产万金的一个谎言 最近有大陆的网友分享了一本标题为亩产七万斤的技术措施 这样的一本书 并且调侃地称它为 一本江湖已经失传几十年的致富宝典 我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几代人 一看就知道 这本书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 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共在1949年盗取政权之后 一直处在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当中 中共通过思想改造 三反 五反 正反 土地改革 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 给民众养成了恐惧和不敢说真话的习惯之后 大跃进就在这种谎话连篇的党文化背景下发生了 当然我们可能年纪比较轻的人并不理解 或者说并不清楚当时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是从爷爷奶奶或者从老一辈的人口中 我们会听到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 中共搞了一个全民炼钢的一个运动 亩产万斤 钢产翻翻 十年超英 十五年赶美的一个荒诞的计划 搞得轰轰烈烈 这种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造成了当时人力 物力 财力的极大浪费 严重地削弱了当时的农业 1958年8月 在山东树章县高额封产的报告中 提出了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现在我们听起来是多么的荒谬 那么当年的谎言宣传和没有人敢说话 这样的一个情况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出现了全国大饥荒 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根据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克先生 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这本书中 他用了四年 遍阅了全国解封的档案 查证了大跃进造成4500万中国人 非正常的死亡 然而直至今天 中共仍然用三年自然灾害 来掩盖大饥荒的真相 从来没有向中国人认错 道歉 更谈不上赔罪赔偿 这是中共的谎言之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发生在现代的一个关于粮食的谎言 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这个图片 那么他们发生的日期前后不过几个月 一个是2019年7月8号 一个是2020年4月9号 都是出自中国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 针对中国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的言论 有人发出了 在中国当专家真不容易的感叹和嘲讽 2019年7月8号 袁隆平在微信公号央视新闻中被报道 针对中国不缺粮这一话题 别国不卖就麻烦了 什么意思 要是其他国家不卖给中国粮食 那中国就麻烦了 转年到了20年4月9号 中共官媒人民网刊登了来自科技日报的文章 标题赫然写道 袁隆平 中国不会出现粮荒 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因为中共的撒谎手法毫无底线 一时难以求证 是袁老先生自相矛盾呢 还是中共假借袁隆平的名义 抛出又一个谎言 中国到底去粮不去粮 大家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 再来分享一个内容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烟 假酒 假奶粉 假药 假名牌 假口罩 什么都是假的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每天在谎言中的中国人 在很多问题上 已经失去了善恶 是非 道德与佛 这些基本标准了 从被强制受骗 到主动骗人 那是一个个的生命 走向了道德沦丧的过程 我们中国古人常说 己所不予 勿施与人 变成了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人的道德 已经失去了底线 再来看最近一个新闻 曾经被誉为 星巴克最强对手的 中国咖啡品牌 瑞幸咖啡 最近突然发布公告表示 已经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调查内部的业绩造假的问题 承认这个首席执行官 和部分员工 伪造了高达人民币22亿 这样的一个业绩 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 很多中国人都感到 非常的愤怒 对于这个问题 一位前瑞士银行 投资行中国区的 副总经理指出 你看看我们的官方文件 民间会议 日常生活 有多少假大空的东西 谎言就是中共文化的 一个核心内容 难道不是吗 中国人怎样才能走出 中共的谎言文化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空在里面 就会受骗而不自知 骗人而不支持 骗来骗去 把自己和中共哄为了一谈 这在中共病毒造成的疫情中 可能就是等于 拿自己的性命在打赌 现在很庆幸的是 通过这次大瘟疫 全球各国也再次认清了 中共的真实面目 也有中国的很多民众 在这次疫情中 清醒过来 有很多人翻墙 看到了世界真实的消息 我们也希望看到 我们这个视频的 网友朋友们 能够认清中共的谎言 能够不被他们的 这种虚假的信息所蒙骗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